不少屋主装修、家建和改建习惯选择华人工程团队 但建制工程估价和装修期变动屡见不显 工程一直拖,预算一直加 该怎么办? 专家建议找工程团队时一定要询问对方有无相关工程执照 华人都喜欢货比三家不吃亏 但开价最低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若无家建执照,被举报上法庭还得付上可观的罚款 千万别音小失大 进行锁定周日晚间六点,我与一台以及无限三台的天下纵横谈 建商披露行业内情